好 根据我们上几个的简解 当你在条件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假如说你这个read呢是非阻塞 那么我们直接仿佛一个错误代码 假如说你是阻塞 阻塞的话呢 你就需要一直等待 一直等待 那么这个等待呢 其实在我们驱动里边呢 就是睡眠 那么这个睡眠呢 就是通过这个weight event 以及drop这个函数来实现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Linux驱动里边关于睡眠的几个结构体 和关于睡眠的几个函数的实现 我们来打开PPT 关于这个阻塞或者睡眠呢 在Linux内核里边呢 它是有一个等待对列 来描述一个 这个这样一个睡眠对列的 那么这个等待对列呢 它是一个weight 这样一个结构体 这样一个结构体 好 我们在代码里边 先来搜索一下这样一个结构体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那么它呢 其实是这个类型 因为这里边是一个type地方 所以呢 我们再找一下这个结构体 好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它的实现也很简单 第一个是一个spinlock 的一个结构体 表示一个自选锁 第二个呢 是一个list header 那么list header呢 是一个链表头部 链表头部 所以我们看到list header呢 我们就 我们就应该显到 它代表的是一个双线链表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等待对列 等待对列 那么这个等待对列 怎么来初始化呢 在内核里边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初始化函数 初始化函数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相切到 刚刚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到 它是这个等待对列 这个结构体呢 是在include linux里边 linux weight.h里边定义的 所以 它的初始化函数呢 应该也是在这里定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叫init header 好 我们找到了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初始化函数 这个初始化函数呢 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呢 是一个do well循环 但是呢 它的well是0 所以它呢 只会循环一次 所以这里边 它的这个init呢 会掉到这个函数里边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边呢 它就会去初始化 初始化 这里边初始化呢 其实本质上来讲呢 它只是初始化了 这个结构体里边的 两个变量 因为这里边 它的两个成员是 一个spinlogt 一个呢 是一个双线链表 所以 它的这个初始化呢 第一个 它初始化了 这里边的lock 就是我们的spinlock 这个我们先不管 第二个呢 它初始化了 我们的这个 这里边的task list 因为这个task list 它是一个双线链表 所以这里边呢 这里边呢 就是把这个双线链表呢 做了一个初始化 所以这个初始化呢 很简单 那么 那么有了这个 等待对对以后呢 那我们就来看 怎么来睡眠 怎么来唤醒 对于睡眠来讲呢 内核里边呢 提供了这些函数 这些行数 wait event wait event interrupt wait event timeout wait event interrupt Timeout 这些呢 都是一些变种行数 用于不同的地方 那么wait event呢 就很简单 就把当前的进程呢 就直接就放入睡眠对裂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也是把当前的进程 放入睡眠对裂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 它这个 放到的是一个 可打断的一个睡眠对裂 那么wait event timeout呢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 这个时间到期以后呢 它就会自己醒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结合第二个和第三个行数的实现 那么这些行数的实现呢 第一个仓数呢 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这边 申请好的 等待对裂 第二个 仓数呢 它是一个config 是一个条件 是一个条件 因为 既然你是 既然你睡眠了 那么你睡眠呢 肯定是因为 肯定是因为某一个条件 没有得到满足 那么这个condition呢 就表示一个条件 将来你要唤醒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等到这个条件 得到满足以后呢 才应该被唤醒 所以这个condition呢 就表示你被唤醒的条件 好 那么 调用以上这些行数的话呢 就会把当前进程呢 添加到 这个q 这个等待对裂上 然后睡眠 直到这个条件 唯一 唯一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只是 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内核里边的一些 睡眠行数 睡眠行数 那么后续的话呢 我们还会讲这些 睡眠行数的实现原理 好 那么 这个 这几个睡眠行数 它的返回值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 也一定要去 根据不同的返回值呢 去做不同的处理 这里边为什么还碰到返回值呢 因为你被唤醒呢 不一定是因为条件满足而唤醒 有可能是进程调度呢 刚好调度到你这个进程而被唤醒 或者说你被信号打断而唤醒 所以当你被唤醒的时候呢 你还应该去判断这个 肯尼神的值 那么对于这个 行数呢 返回铃呢 表示请求的条件得到满足 返回非铃呢 表示被信号打断唤醒 那么对于这个值呢 它的返回值呢 更复杂 返回值小于铃呢 表示是被信号打断的 返回值大于铃呢 表示是条件得到满足 而且呢 时间还有剩余 因为这里边有个timeout 所以这里边表示 大于铃呢 就表示条件满足 且时间还有剩余 返回值呢 表示剩余的时间片 那么返回铃呢 表示超时 那么超时以后呢 那么条件到底有没有得到满足呢 那么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超时的时候条件刚好得到满足 另一种呢 是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这个时候你返回铃的时候呢 你还应该去判断这个condition这个值 表示你的条件 是不是得到满足了 所以这个wait event in wait event in disruptible timeout呢 这个行动的使用呢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么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在驱动里边呢 一定要去判断它的返回值 并且根据它的返回值呢 去做不同的动作 否则的话呢 你的程序 你的驱动运行起来就会有问题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驱动里边的睡眠行数 那么对于唤醒行数呢 其实就很简单了 就两个 一个呢是wakeup 一个呢是wakeup interruptible 那么这个呢 是唤醒所有的 所有的进程 那么这个呢 是唤醒那些可以被打断的进程 好 那么它的仓数呢 都是一个等待对立 等待对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剖析一下 这个睡眠跟唤醒是怎么来实现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wakeup wait event interruptible吧 这样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wait event 因为wait event 因为后面这三个呢 其实都是基于wait event来实现的 所以为简单起见呢 我们就先来分析这个wait event 好 我们呢就从代码里边呢 一句句来看 好 那么这个wait event的定义呢 它是在 同样的也是在 include linux linux wait.h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wait event呢 它是一个睡眠行数 它有两个仓数 第一个仓数是那个等待对立头 这里边就是我们这里边讲的 这个等待对立 它是 它其实是一个对立的头部 等待对立的头部 因为它呢 是一个heather小箱体 然后第二个仓数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条件 是一个条件 好 那这里呢 它是一个红定义 红定义 它呢 是一个do well的一个循环 但是呢 这个well里边呢 它是零 所以呢 其实呢 这里边它只会执行一次 只会执行一次 首先它来判断这个条件 是不是得到满足 是不是1 那么这个条件是1呢 就表示得到满足了 假如说条件是1的话呢 那么直接就break回去了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刚讲过了 这个呢 表示等待的条件 假如说 你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 那就没有必要再睡眠了 所以呢 它就直接break 就return回去了 就返回去了 所以呢 就不会睡眠了 这样呢 也会 这样呢 也就避免了 没有必要的睡眠 所以它会相判断 有没有必要睡眠 假如说这个值已经是1了 那么就表示条件已经满足了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睡眠了 否则的话呢 条件不满足呢 才会睡眠 那么睡眠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函数来实现的 仓数也是一样的 那么进来 我们进来看 进来以后呢 它呢 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红定液 红定液 同样是一个都尔循环实现的 所以其实呢 真正的代码呢 就是这三句 这里边的代码 这里边的代码 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这里边呢 它首先会 define一个wait define一个wait 那么这个红定液 是什么意思呢 它呢 又等于什么呢 define它呢 又等于它 那么它里边呢 又多了两个仓数 一个呢 是name 一个呢 是它 那它是个 它是个函数 它是个函数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红定液 这个红定液呢 它定义了一个什么呢 它定义了一个wait quit t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我们先的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它里边有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flag 第二个呢 是一个private 这样 它呢 是一个word 新的一个指针 第三个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函数指针 第四个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链表 双向链表的节点 节点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了 其实呢 它这个呢 只是定义了一个weight 等待对立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 给它复值 并且呢 把这个current呢 复给private 然后这个function呢 复给它 那么这个function呢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这个function 这个行数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是把它的什么呢 是把它的一个task list呢 做了一个初始化 然后付给它 我们回过头来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wq呢 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呢 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 等待对列的一个头部 因为这里边 它带了一个header 那么带header呢 就是一个等待对列头 它是个头部 那么既然是头部呢 那么它后面呢 就可以放什么呢 放一个一个的 等待对列 这个define weight呢 它呢 其实就定义了一个什么 定义了一个 等待对列的一个结构体 等待对列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 给这个等待对列的结构体呢 复值 复值 好 这个结构体名字呢 就叫下滑向weight 然后给它复值 复的值呢 第一个private呢 是current function呢 是它 然后呢 task list呢 它做了一个初始化 那么这里边 我们要重点看一下 这个current 什么意思 这个current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在我们的系统里边 它在我们的进程里边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结构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urrent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 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get current 那么get current 它是得到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返回值是什么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thread info 那么thread info呢 因为这里边呢 是它返回值的一个tas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返回值是thread info 那么thread info 它的一个task 什么呢 它是一个task struct 它是一个task struct 那么这个task struct呢 这个结构体呢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非常非常重要了 因为这个结构体呢 我们这里边要讲一下 这个结构体呢 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进程 就表示进程 提起进程呢 我们知道 当你编好一个应用程序 编译好一个.c文件 然后你去执行的时候呢 其实呢 那一盒里边呢 就会为你这个应用程序呢 创建一个进程 那么创建一个进程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说法 那么那盒里边呢 必须用代码来实现 那么那盒里边怎么来实现呢 那盒里边呢 就是通过创建一个task struct呢 来表示用户空间的一个进程 所以 所以你用户空间 每创建一个进程呢 在那盒里边呢 都会有限制的一个task struct呢 来被创建出来 来被创建出来 所以那盒里边呢 是就是用这个task struct来表示用户空间的进程的 那么用户空间有10个进程 那么内盒里边呢 就会有10个task struct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来表示他们 来表示他们 那么这个current呢 是什么意思呢 呃 我们想以当cpu来 为例来进行讲解 假如说你这个系统里面 只有一个cpu 那么这个cpu在任何时刻 是不是只能执行一个进程的代码 那么当这个cpu执行这个进程代码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进程的这个task struct呢 来付给current 所以这个current呢 它其实呢 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 就表示当强cpu正在运行的进程 因为这个current呢 它是一个taskstruct 并且呢 就表示当强cpu呢 正在执行的进程的taskstruct结构体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把这个current呢 这个taskstruct呢 付给了这个private 那么这里呢 把这个current付给这个private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current呢 代表的是当强正在执行的 进程的这个taskstruct结构体 它呢 就表示当强进程 那么当强进程呢 准备要进入睡眠了 那么呢 它就不会占了 那么cpu呢 就不会执行当强进程了 但是呢 当这个条件满足以后呢 那么 这个内核呢 就需要唤醒这个进程 唤醒这个进程 那么内核要想唤醒这个进程呢 它都必须要知道 这个进程的这个taskstruct结构体 所以 你在睡眠的时候 把这个结构体 放到这个 等待对列的这个private 这个辨量里边 那么将来唤醒的时候呢 就能够通过这个辨量呢 找到睡眠进程的这个taskstruct指针 然后呢 才能够把这个睡眠进程的唤醒 所以是起这个作用的 那么我们回过来看 所以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 就是定义了一个等待对列 就是vid crew 小小小T 的等待对列 然后呢 这个等待对的名字呢 叫这个名字 然后呢 我们把当前进程的这个 当前进程的这个taskstruct指针呢 放到这个等待对列的private 这样一个结构体里边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等待对列里边的这个 呃 function呢 给它复了一个函数 好 所以它指针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是一个for循环 那么这个for循环里边呢 才是睡眠的关键 睡眠的关键 呃 你直到这句代码的时候呢 其实当前进程呢 还没有睡眠 还没有睡眠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调用private to prepare to wait 那么private to wait呢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这个 等待对列头部 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等待对列 第三个呢 是一个taskuninterruptible 这个呢 是一个进程的 进程的一个标记 这个呢 表示进程呢 是不可打断的 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呢 其实呢 执行的动作呢 也比较简单 第一个呢 它给这个wait的flag呢 负一个值 负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 表示非 呃 这个值呢 表示是一个 是一个独障的标记 取一个法呢 就表示呢 它呢 不是一个独障标记 那么不是一个独障标记呢 那么唤醒的时候呢 就可以被同时被唤醒 接下来的话呢 是一个 呃 spinlock IQC 呃 这个呢 跟这个呢 是程度使用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护制锁 这个呢 是一个自选锁 那么这个自选锁呢 它是光中断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临界区代码 在这个代码里边呢 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它会先判断 这个wait的这个task list呢 它是不是空 假如说它 是空呢 那么就会 把什么呢 把这个wait 就是我们等待对列里边的 这个呃 等待对列的值呢 添加到我们的对列头部去 对着头部去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呢 它里边掉的是一个list header list header 那么这个list header呢 它呢 会把这个对列这里边的task list呢 取出来 然后取地址 然后呢 把这个header里边的task list呢 也取地址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呃 task list呢 它其实呢 是一个list header 一个指针 list header list header呢 它是一个双线列表的一个节点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双线列 完成了一个双线列表的一个插入操作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set current status 那么这个呢 就是把当前进程的 当前进程的状态呢 设成什么呢 设成了一个t 那么t呢 表示是不可 不可被信号打断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设置当前进程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是prefer to weight 那么这里边呢 大家对这个对列头部和对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疑惑的 那么我们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 这个图呢 就表示了我们这里边的这个等待对列头部和等待对列的关系啊 关系 下面呢 是这个 weight crew header t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呢 是等待对列的结构体 最下面的话呢 它是一个task list 那么这个task list呢 它是一个双向链表 它是一个双向链表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执行了这个 adder这个函数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把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对列呢 把这个等待对列呢 加到这个等待对列头部 怎么加呢 它呢 其实就是用了他 他们这里边的这个task list 因为task list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双向链表的节点 所以呢 通过这个节点呢 进而呢 就间接的把这个等待对列呢 把它凉起来了 在这个等待对列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结构体叫private 那么这个private呢 它指向的是一个task strut 我们刚刚例子里边呢 是把当前的进程的这个task strut的指程呢 复制给了这个private 那么这个复制过来呢 也是为了之后唤醒的时候呢 可以找到这个进程 所以这个执行了一个adder adder crew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等待对列的头部 后面呢 就会挂上一个什么呢 挂上一个等待对列 好 那么这个是private to wait 那么private to wait呢 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一个 把这个代表 代表当前进程的这个等待对列呢 加到这个等待对列的头部去了 然后呢 把当前进程呢 设置成了task 设置成了一个 不可被信号打断 这样一个标记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会再判断一下这个flag 那么假如说这个flag呢 已经是1了 那么就表示条件满足了 那么就break了 break呢 就表示返回去了 否则的话呢 调用schedule 那么这个schedule呢 这个行数呢 就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行数的话呢 就是我们内核里边呢 进程调度的一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呢 就会让当前的进程呢 让出cpu 然后呢 让内核的这个调度程序呢 去挑选一个新的进程去执行 所以这个schedule呢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它的实现呢 是在kernel这个 这个头 这个.c文件里面去实现的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就实现了我们的进程的一个 内核里面的一个进程调度系统 那么内核的进程调度部分呢 是非常非常转的一个子系统 那么这部分代码的话呢 内核开发者呢 会去实现它们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呢 只需要正确的使用这个行数就好了 因为这里边 我们条件不满足 条件不满足的话呢 那么我们当前进程呢 就会把cpu让出来 让别的进程去执行 所以呢 就调用了一个schedule 那么调用 当前进程调用schedule以后呢 那么这个货寻黄就不会继续往下走了 因为当前进程呢 它没有cpu了 cpu呢 被别的进程占有了 那么这个货寻黄什么时候执行呢 因为这个内核里面 这个进程调度呢 是动态变化的 不断进行的 当下次这个进程呢 得到cpu以后呢 它会继续执行 它会继续执行 也就是说 它会从这里边呢 继续往下执行 然后呢 就会判断这个值是不是1 假如说是1的话呢 表示条件得到满足了 然后就返回去了 那么当前进程的话呢 就返回去了 假如说它还不是1 那就说明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 那么我呢 就会继续呢 执行schedule 继续呢 把当前进程呢 调度出去 让别的进程去执行 然后呢 一次循环一次循环 直到这个条件为1 那么这个条件 唯一的话呢 就会执行一个break 跳出来以后呢 执行一个finish wait 那么这个finish wait呢 其实也很简单 那么它呢 就是把当前进程呢 设成了一个running 因为到现在为止 只要从这个 货循环里面退出来 就表示当前进程 它要请求的条件 得到满足了 那么得到满足以后呢 那么我就不应该掉入skedule 去继续睡眠了 当前进程呢 就应该继续往下执行了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它就会把当前进程呢 设成一个running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呢 下马代码呢 就是把这个等待队列呢 从这个队列头部呢 把它删除掉 然后删除以后的话呢 那么因为这里边呢 它把这个当前进程呢 设成一个running了 所以当前进程呢 就会继续往后执行 所以这句代码呢 就会继续往后执行 继续往后执行 就会继续执行 我们后续的代码 所以这个wait event呢 我们虽然看到 它是一个行数 但是呢 它的这个实现呢 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它的实现里边呢 会不停的睡眠 不停的睡眠 直到相关的条件 得到满足 那么这个是一个wait event 那么对于我们的 其他的一些行数 比如说wait event timeout呢 其实跟这个wait event呢 是很像的 很像的 因为wait event呢 它是有点达不到目的 不刚罢休的感觉 因为它这里边会判断 条件你不满足 那么我就不停的 把CPU调度出去 睡眠自己 直到条件得到满足 才会返回 那么对于wait event timeout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现 那么它呢 跟我们这个wait event呢 很像 都是先去定一个等待队列 然后呢 放到等待队列 放到队列头里边 然后判断条件 是不是满足 假如说不满足呢 就break 然后呢 它这里边就会判断一个 schedule timeout schedule timeout 那么这个schedule timeout呢 它里边有个参数 R1T 那么这个R1T呢 就是要睡眠的一个时间 要睡眠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呢 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了我这个wait event呢 我是会睡眠的 但是呢 我只会睡眠rate这样一个时间 假如说这个rate时间到期以后呢 无论条件得到 或者没有得到满足 我都会返回 所以这里你看 这个schedule timeout 以后呢 那么 它就会判断这个值 只要R1T呢 等于零 它就break 因为这个schedule timeout呢 它就是表示 把当前进程呢 调度出去 也就是说 当前进程呢 进入睡眠 让别的CPU执行 那么这个当前进程 睡眠的时间呢 就由这个R1T来控制的 假如说 这个当前进程 睡眠的时间呢 已经到达这个超时时间 也就是这个R1T的值呢 那么这个行数呢 就会返回一个零 就会返回一个零 那么返回零的话呢 这个行数呢 就会返回去 所以这个wait event的timeout 跟这个的区别呢 就是说 它会等待 指定的时间 它会睡眠指定的时间 不管条件 得到得不到满足 它都会返回 它都会返回 所以这个的开销呢 看起来比这个要小一点 因为这个呢 它会不停的 不停的睡眠 不停的睡眠 那么 还有R1T interrupt呢 它呢 又有点差别了 它呢 首先会判断 当前进程呢 有没有信号 有没有信号 假如说有信号呢 那么它呢 就不再什么呢 不再睡眠了 就直接返回了 就直接返回了 那么这个 什么是信号呢 信号呢 就是我们应用程序里边的 什么呢 signal 比如说我们在执行一个 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你按下一个Ctrl C 那么你这个进程呢 就会收到一个Ctrl C 这样一个信号 这样一个信号 所以这个wait event interruptible呢 它是可以被什么呢 可以被信号打断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PPT里边 讲的这几种什么呢 这几种睡眠行数 睡眠行数 那么对于第一种 睡眠行数来讲呢 它呢 永远睡眠 只要条件不满足呢 就一直睡眠 对于第二种呢 它呢 是睡眠以后呢 可以被信号打断 对于第三种呢 它只会睡眠timeout 这样的时间 然后呢 就返回了 那么你呢 就可以通过返回之能来判断 这个条件呢 有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这个是睡眠行数